我那時候聽到醫生說你停藥了 我想哇,這回慘了 真的是叫做無藥可救 我那時候才是真正體會到這個成語的真正的含義 可是師父一想 那個逗點中,你一隔開 你沒有藥,還是可以救啊 師父,還有教練們 這麼多師師姐 甚至是醫生,我的家人 他們幫助我這麼大,度過這個難關 所以我感覺上蠻幸運的 對 真的是因禍得福 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轉利點 歡迎收看我們平甩防疫強健生命的講座第十九集 那今天呢,我們要跟大家一起來探討的一個主題 這個疾病,有醫生曾經說 這個疾病是一個不動聲色的殺手 他是用非常慢的速度靠近你 所以往往他到你身邊的時候 你都還沒有感覺 你知道嗎 每年有七十萬個新的案例 離患這個疾病 而且有二十二萬的人 因為這個疾病而死亡 這個疾病呢,隨著我們人口的老花 他的數字不斷不斷的上升 美國的男性最常見的癌症 就是這個癌症 台灣男性 罹患惡性腫瘤的第三名 也就是 攝護腺癌 所以我們今天呢,為大家請到的這位來賓 他呢,在七年前經過醫師的診斷 是確診為攝護腺癌末期的患者 醫生曾經告訴他 他可能呢,壽命呢 最多就是五年的時間 但是七年過去了 我們今天邀請他 上節目來跟我們談談 這七年他是怎麼樣 一路走來敗部復活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 陳立德師兄 師父好 師父好 各位師兄師姐 還有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知道您在七年前 醫生說您罹患了攝護腺癌 當時是什麼樣一個狀況呢? 醫生看了我的切片報告 他說是第二期 做了那個磁症噪影電腦斷層 哇,這下糟糕 這個癌細胞已經擴散到 這個攝護腺的周圍了 已經到了骨髓了 所以他就判定這個是末期 我們今天做這一集節目 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知道 其實攝護腺癌是非常普遍的一個癌症 那我們也想知道說 在你被診斷為攝護腺癌之前 是不是有機可循呢? 有沒有什麼樣的徵兆呢? 是,其實在我的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頻尿 有的時候會驗尿 頻尿,驗尿 還有一個比較大家可以發現到 就是你的尿速變慢了 速度 變慢了 就像瀑布在乾汗的時候 那個樣子 滴滴,滴滴 對 最重要的一個警訊 就是你常常會想到要上廁所 可是你的尿又不多 醫生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到了一定年齡之後 它裡面是會長一些東西的 那如果說我們沒有好好的去保養它 它就變成二性物質 才會形成了所謂的攝護腺癌 對 所以如果我們的男性朋友們呢 你有發現說 有頻尿啊,急尿 或者老是想要尿尿 可是尿的時候又尿不太出來 那甚至有些人會尿尿疼痛 那這些可能都是一個警訊 對 那當時你發現你有尿尿這些現象的時候 你有去做過檢查嗎 有 我去看過好幾個醫生 好幾家醫院 那醫生呢 他給我了一系列的檢查 非常詳細喔 包括尿速的檢查 包括止疹 他會去摸 摸你的那個 那個攝護腺 看是不是有硬塊 如果是有硬塊的話 那就有可能會是癌症了 那還做了超音波 就是掃描你的腹部這裡 然後呢 最重要就是PSA指數 他會抽血 然後去檢驗PSA 一般來講 我們東方人大概是4 大概是一個標準 4以下 那還算可以 4以上呢 那就要密集的做檢查 像一般他們會建議 每年 尤其是50歲以上的男性 每年一定要去檢查 檢查這個PSA的檢測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就是攝護腺癌 在我們台灣人來講 這癌症的死亡排名 大家知道這癌症的時鐘是越來越快 每10分鐘27秒 就有一位台灣的朋友們 是因為癌症而死亡的 那在全部整體的排行榜來講 其實攝護腺癌它是排名第六 這是2019年的排名 但是以男性的朋友來講 攝護腺癌的排名就是第三名了 所以我們知道說 其實攝護腺癌是非常非常普遍 我們可以在男性朋友上面發現的 所以百分之三十五十歲以上的人 就像我們例的是說五十歲 那個時候整個五十四歲 百分之三十的人有攝護腺癌 那七十歲以上的人 只有百分之七十 會有罹患攝護腺癌的 然後最好發的年齡是 是在六十五歲到七十五歲之間喔 所以百分之九十五攝護腺癌 是在四十五到八十九歲的時候 被診斷出來的 有醫生曾經說過 只要您是男的 而且活得夠久呢 統統逃不過這個命運 我的醫生他有跟我講 他說他是男生 然後又是泌尿科的專科醫生 他都逃不掉 當初我有問我的醫生 我說這是什麼原因造成我這個攝護腺癌 他說原因不明 不明 原因不明 那可是呢 我們可以去看 有五個原因 可能是造成攝護腺癌的一個因素 包括年齡 年齡 我們剛剛有提到是 六十五到七十五歲 是最常見的嘛 那但是像我這算一個例外 五十四歲 是 那還有一個是人種 那我們東方人呢 這個機率會比較低一點 通常非裔的美國人啊 他的機率會比較高 那但不代表說我們東方人就沒問事 對啊 也是排名第三啊 這個是我滿訝異的 這個名次越來越前面的 所以表示我們的人口啊 越來越多 對還有就是因為老人越來越多 對 醫生不是講嗎 只要你活得夠久 你逃不掉 是 對 再來還有遺傳 遺傳 這也是我最擔心的一件事 因為兒子就是 他的這個機率啊 就比一般人啊 可能就多出二到九倍了 這麼多 對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這也沒有辦法控制 這也沒辦法 遺傳你也沒得選 是啊 對 再來是飲食 飲食 那這飲食我們自己可以控制 是啊 那 我的這個營養師啊 對 從醫院打電話來 嗯 給我警示 嗯 少吃紅肉 警告你別吃紅肉了 嗯 他少吃紅肉 我這個人呢 又是偏偏最喜歡吃肉 我是是無肉不歡啊 從小到大 只要是吃飯 桌面上沒有肉啊 我沒辦法吃飯 那這樣子怎麼辦 你營養師跟你講說 別吃了嗎 那你叫權衡輕重啊 到底是要命還是要肉 最後呢 最後我要命啊 要命 命比較重要 所以飲食也是我們可以來控制的 對不對 再來是環境 環境 環境我們看周遭有很多的一些化學物質啊 還有重金屬的污染啊 都是可能造成這方面的一個原因 那中醫呢 中醫又怎麼說呢 中醫他也是講到飲食啊 也是講到吃 吃也是很重要 少鹹 然後少辣 不要吃太多刺激上的東西 太油膩的啊 小吃一點 像我以前呢 很喜歡吃甜食 餅乾啊 不甜啊 一盒餅乾 我一下子可以吃掉大半盒 那後果就是這樣子 後果就是 自找口吃啊 對不對 所以飲食不當 我們中醫的講法就是 飲食不節 你沒有一個節制 另外就是干預器智 皮慎兩虛啊 干預器智就是像 很多人很愛發脾氣 像我就是很喜歡發脾氣 你現在看起來 心情很郁悶 你現在看起來脾氣很好的樣子啊 有一點改善啊 真是太好了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皮慎兩虛 就是把自己搞太累了 所以你的肝、肾、皮 如果出問題的時候呢 其實呢 你的攝護腺連蛋 就會出狀況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三個器官啊 都是排毒器官啊 很重要 我主要是做了兩個治療 那第一個呢 就是放射線的治療 第二個呢 就是抗男性荷爾蒙的治療 那攝護腺的治療呢 它還包括 像是當初醫生會建議我的 一個是 達文西手術 一個是放射線 那他問我要選哪一個 我說我也不懂啊 你幫我選 你幫我評估嘛 達文西就是機器人進去開刀的 你幫我評估嘛 那他就告訴我 你先去做放射線治療 為什麼呢 那我說為什麼呢 那他說你這個達文西手術啊 萬一沒有刮乾淨的話 白做 白花錢 達文西手術不是這個 所費不支嗎 聽說他收費是很高的 哇那個時候 20萬啊 可是他也是沒有辦法保證的 保證 沒有辦法保證的 所以你後來就選擇做這個放射線治療 但是放射線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他療程很長 很長 我做了28次 28次 哇 那這個 一個禮拜五次 那個是很折騰人啊 你還沒有做檢查之前 你先要晚腸啊 晚腸 那就是很痛苦 晚腸 就像洗腸灌腸 把你下腹部 所有的都清乾淨以後 他才能夠處理 然後呢 又躺在那種冰冷的床上 像是隧道一樣 送進去 然後又炒 他冷氣要開得非常強 機器要散熱 是 你又不能穿很多衣服 就是薄薄的 醫院穿著那種袍子 薄袍子 那不是冷死啊 對啊 是啊 所以蠻受罪的 他碰到兩次事情 第一次呢 是沒有清乾淨 然後呢 又從這個床上下來 再來 然後再來一遍 整個流程又跑一遍 哇 那真是真能 真的折騰人 第二次呢 運氣更好 更好 機器故障 平白無故又多疼二十次 真的是 這放射線治療 好歹你也給熬過去了 是啊 那荷爾蒙治療呢 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荷爾蒙呢 主要是吃藥 每天吃藥 照三餐吃 可是他一個很嚴重的副作用 就是會傷肝 傷肝 最後真是傷到肝了 所以你真的吃到傷到肝了 肝指數顯示 傷到肝了 那醫生就說 你停藥了 停藥 所以就不能 無藥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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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真是 那個時候 我有問醫生 我應該怎麼辦 是 那醫生給了我 兩個建議 第一個呢 就是多運動 運動 第二個就是養生 養生 那你開始去做運動 你怎麼樣 我之前我根本都不做運動 是 你像這麼大的熱天啊 我都不會流汗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覺得奇怪 我想一定是有什麼事情出狀況 那像我這種年齡 有很多運動不適合 所以我就必須要去找一個運動 要簡單的 簡單 馬上就學會的 要安全的 還要安全 還要平衡的 對我身體能夠復原很快 是 然後呢你還要什麼 健康之外 而且穩定的 然後還有什麼 更能啟發性 不然你身體要好 你的心智 你的意念 也要跟著改善 你這個聽起來是超高標準的運動啊 那個時候啊 我運氣還不錯 我就 碰到一位師兄啊 他說那你先到華山 華山 文昌園區 就跟著大家一起團練平甩 那時候我們在公園裡面 教大家練平甩 我說平甩是什麼 我就很好奇就去了 去了我就發現 這個方法就正式我要走 你覺得它太簡單嗎 我就是要簡單啊 哎呀真是 所以我就開始 每個禮拜一天早上七點鐘 我就準時報到 而且我是在我的治療期間 同步在進行 同步進行 我現在想起來啊 我滿幸運的 還好是同步 如果我沒有平甩 你光是靠這些治療設施啊 或者藥物啊 我現在可能不會坐在這裡 可能撐不住 撐不住的 這個醫生說他無藥可救 但是來到了眉門 開始鍛鍊七宮 師父幫他加了一個鬥點 就是無藥 鬥點 可救 跟醫生講的無藥可救 這中間的差異是什麼呢 我那時候聽到醫生說 你停藥了 我想哇 這也會慘啊 真的是叫做無藥可救 我這時候才是真正體會到 這個成語的真正的含義 可是師父一想 那個鬥點中間一隔開 你沒有藥 還是可以救啊 是 就是平甩宮救了我 所以我非常感恩平甩宮 非常感謝 那您當時是每天怎麼個鍛鍊法 每天練多久 剛開始的時候 會從十分鐘開始 然後慢慢的 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四十分鐘 那現在呢 我就是非常規律 四十分鐘 睡前 一定做 然後平常在上班的時候呢 只要有空 我就會到樓梯間 然後去甩個四百下 就只要有時間 大約十分鐘 對 那早上呢 就看時間了 以前我沒有交通時間 所以我就十分鐘啊 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四十分鐘不等 那現在有交通時間呢 那就完全要看自己的狀態 所以反正一句話 就是你有時間 就想到就算 想到就算 每個禮拜我會到場兩次上課 您得了攝護腺癌之後 有沒有在飲食上有特別注意的一些點 給大家分享一下 對 在飲食上面 當然第一件事情 就是 要掃紅肉 那我所幸呢 我現在就 吃素 是 就是 植物部的 就開始吃素了 嗯 那現在我的家人呢 就 大部分就是跟著在吃素 嗯 茄紅素 茄紅素 對我們來社會學院的預防上的很重要 嗯 可是這個茄紅素啊 一定要讓這個番茄啊 要熟透 嗯 熟透 那個堅果類 堅果類的東西 像是腰果 核桃 還有杏仁 嗯 那大家熟知的南瓜籽 南瓜籽 南瓜籽 對對對 我們這個上課也有 南瓜籽 還有這個黑芝麻 嗯 總之呢就是 少糖 少熱量 低糖低脂低熱 高纖維 高纖維 像蘋果 這個很好 還有這個黃豆 也非常好 嗯 在梅門啊 我一 剛 來學習的時候啊 我專門點一道菜 是 那個是叫做 一番豆腐湯麵 它裡頭啊 就是那個熟透的 熟透 煮熟透的番茄 還有豆腐 充滿了茄紅素 還有黃豆做成的 這瓶甩除了改變你的身體 之外 它有些什麼其他的效果嗎 呃 瓶甩啊 除了我們身體之外 對我們的心智啊 意念啊 也有改善的 是 像我當初為什麼 覺得這個瓶甩好 就是它有啟發性 嗯 好 它啟發我三件事情 改變 好 第一件呢 就是 反省 反省 第二件事情呢 感恩 感恩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要奉獻 奉獻 我覺得反省 為什麼 我會 我的 隱私上面 也很歸於 不抽菸 不喝酒 沒有不良事後 喝白開水 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得到癌症呢 我就想了 這到底是我身體哪裡出狀況 嗯 還是我的心智上有什麼狀況 對 還是脾氣太壞 對啊 乾氣欲結啊 是是是 所以就要去做一個反思 反思 嗯 那這個 不管你是身體的不舒服 或者是你 任何 身體 心理上的這種狀況啊 嗯 這我在想啊 都跟我們這個 心態 對 我們的習慣 生活習慣 對 有非常大的關係 嗯 所以我在想 我應該是把我的這個 心智打開來 讓它喚醒起來 然後呢 要去改善 改善我的一些行為 嗯 改善我的一些想法 是是 你看這麼多 師父 還有教練們 這麼多師師姐 甚至是醫生 我的家人 你看幫助我這麼大 對 對 度過這個難關 對 所以我感覺上 滿幸運的 對 真的是應獲得福 這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轉利點 所以我就應該要什麼 要去感恩他們 那也許不是感恩 真的感恩到他們的身上 但是我可以感恩到 其他人的身上 讓其他人能夠知道 我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能夠去預防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 是我今天到這邊來的 一個很主要的一個目的 對 學習 繁醒 感恩 再來就是奉獻 奉獻 所以我就跟著一些 資深的師兄姐 是 到社區去 像花蓮 像新北市 去幫助那些 生臟 長輩們 還有村民 他們去 教他們練習 平甩 我們看到這照片裡面 還帶著小孩子 對 我還帶著 我的老婆 還有 我小孩一起去做公益 就是他在寒假 暑假期間 就帶著他去 一起去了解 認識 這就是養生 攝護腺的問題 幾乎是所有男性朋友 他都逃不過的 所以我相信 我們身邊 都有我們所關心的人 到了一定的年齡了 所以提醒他們 要去注意 攝護腺的問題 還有 及早在飲食上面 做運動上面 我們多多加強 那就可以能夠得到 極大的改善 我是治療了以後 每半年 一定要到醫院去做 PSA的指數檢查 他要抽血 要檢查 而且我還要檢查 肝指數了 我這個處理完了以後 這個指數幾乎趨近到零了 那在這一段時間 六年半七年的時間來 他就是很穩定 都在0.3、4、0.5 都是在1以下 就是很平穩 我們50歲以上的朋友 一定要每年的去做 PSA的檢查 這樣才比較會安心 安心 然後你也可以預先的去 去了解狀況 預防 對 或者是延緩 雖然我們這個 LEAD師兄 選擇了一個 最簡單的運動 但是他對自我的要求 是極高的標準 那拼甩弓呢 他也是非常有趣的 你把它當成什麼 他就是什麼 你把它當成一個信仰的力量 一樣每天如此認真的練習 他確實就會帶給你 如此如信仰一般的堅強的力量 不但可以改變我們的身體 還可以改變我們的心智 改變我們的靈性 啟發我們 讓我們的整個生命都改觀 所以這點點滴滴 都是因為我們勇於反省 懂得感恩 於是我們就能夠走出去 有能力有體力的 後來就能夠來做奉獻 這是一種福氣 真的是福氣 所以非常感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這一次的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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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